近日交易的事情进入了停滞期间,自由市场内已经没有更加注重的球员,因此球队之间就已经开启了较量,希望球队之间能够互相弥补。 排在首位的自然就是胡人球队,今年胡人能够从中球队中招募到詹姆斯。 这对于球队来讲,是最成为成功的地方,球队还相继已经比赛力,麦基和龙多等多位球员,一瞬间足以让胡人转变为一支进后赛球队。 不过球队一系列的截略之下,球队出现了巨大的偏差,就是球队中缺少稳固的内线球员,这无疑让胡人在校各赛季非常受挫,因此胡人才会尽可能的寻找可以交易的球队。 不过胡人的交易迟迟没有玩笑,其中胡人希望能够将目标放在热货球队的大白边。 在现役的情况下,勇士的体系以及格林的作用改变成为了小个子时代,传统的大个子球员成为被削弱对象。 从今年考心思等起为中锋事约的情况就足以证明,在今年勇士就招募到一名非常适合现在体系的中锋球员,那就是接雷不可。 当然在历史上,也有许多非常适合现役体系的球员,那就是龙王不识。 在上个体系中龙王并不吃香,但是遇到了莱莉,这才是龙王的鬼人,因为莱莉非常器重中锋球员。 但是现在的时代才是真正适合博士的发展龙王的退役一度成为人们失望的问题。 那就是因为血伤的问题导致龙王并不能继续坚持运动,联盟强制博士不能够再度回到联盟季去打球。 剧烈的运动很有可能会造成博士出现生命的问题,不过曾经的热货三巨头仍然历历在目,现在只有詹姆斯还能继续征战。 好兄弟维哥在明年已经曝光自己要退役的现实,所以本赛季将为哪只球队争下将会值得期待。 另一方面,波士并没有因为血伤彻底放弃篮球,相反波士一直锻炼,并且维持着自己的手感。 可以说波士在随时等待回归联盟不可能在17年退役之后到今日,波士一直在寻求付出的可能性。 但是遭到联盟博会不予通过的现实,而最近在一次证实了波士,希望回到联盟继续发展。 而且波士在一次向联盟提交申请,希望联盟可以撤销不予自己打球的规定。 并且龙王表示了自己最希望加盟的就是胡人,希望能够给为詹姆斯提供最需要的。 而且胡人心思紧张的状态下,龙王愿意抵信加盟球队。 不过龙王能够回归的关键并不是联盟,而是詹姆斯的同意。 因为这个问题,将会涉及到生命的问题。 作为好兄弟詹姆斯,并不会愿意因此而冒险。